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看直播啊 今天确实是一个直播 但是在前半段呢 我想把我提前录好的一个争天下的节目呢 一个录像呢 先放给大家 然后放完了之后 如果大家呢 还不嫌烦 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直播 在放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尽量的在这个聊天区呢 以文字的形式跟大家交流 这个录像呢 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长 比较长 实际上这一期节目呢 我做的比较纠结 实际上这是一个三个小时的长度的节目 分三期 但是我觉得呢 想不要拖那么长时间了 其中有一些敏感的东西呢 我最终决定还是把它拿掉了 可能未来可以跟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我们通过随时和随意的交流方式 把它说出来 不一定用这种非常正式的PPT的方式把它讲出来 可能这种方式讲太敏感的东西呢 对大家和对一些朋友们没有太大的好处 昨天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 说中共在等什么呢 千年之变局 百年之变局在等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留言区 没有人说出正确的答案 我不能说我说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 但我有信心 我说的就是正确的答案 因为我了解他们 我也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他们也告诉过我 他们是怎么想的 大家都知道 我讲了资本主义 讲了数字人民币 讲了贫富差距 讲了资本 讲了西方的这一些 我讲这些东西不是没有原因的 西方在过去的70年 甚至在过去的200年 在经济学领域呢 始终有一个争论 这个争论就是资本主义 到底能延续多久的问题 但是没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没有问题 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资本主义最终是要崩溃的 只不过呢 我们不知道资本主义崩溃之后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 大家为这个资本主义呢 一直在找续命的理论 就是怎么延续它 也因此呢 资本主义呢 进行一步一步的改良 一步一步的改良 而到了互联网时代 信息化时代呢 有两类看法 一类看法认为 科技呢 会让资本主义更好的延续 但是我看到的是 美国主要的一些学者的思考 都是科技可能会颠覆资本主义 而中共的看法是什么呢 中共的看法显然是 这个资本主义是不可延续的 那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他们确实是马克思的信徒 或者说马克思的徒弟吧 多少呢 马克思的理论呢 对他们是有影响的 我也讲过 马克思的问题在于开错了药方 马克思看这个病 他是看对了 也就是马克思看资本主义这个病人 看的是对的 得出的病 得出的诊断也是对的 但开的药方是错的 那换句话说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 确实是资本主义存在的 中共在等的就是 等资本主义自然崩溃的那一天 我只是想跟我们大家的网友讲 我觉得大家的格局还是可以再提高一些 大家不要简单的去把中共想象成 龌龊的小人物 任何一个人 哪怕再龌龊的一个人 当他的权力资源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的思考方式都会变化的 所以千万不能用一个小格局 去思考一个大问题 那是行不通的 他不可能是为了我们 很多网友所说的那些 我们认为的大事的事 去做一个百年战略 或者说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国策 不可能的 中共是从心里面 真真实实的认为和相信 资本主义最终将走向一个解体和崩溃 所以他们在等那一天的发生 因为只要那一天发生了 那么他们的这套制度 就可能会成为一种更优越的制度 而同样 他们等那一天发生 也有他们谦虚的一面 就不得不讲 确实是有他谦虚的一面 什么是谦虚的一面 就是他们也不知道 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危机发生之后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只有等到那一天 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应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感慨 当中共已经在未来做准备的时候 美国的大部分政客还活在过去呢 还活在过去美国的辉煌和伟大当中 美国少有的几个政客能活在当下 那就已经是美国人民烧高香了 大家能理解我的心情吧 所以中共在等 等的是他们所预见到的那场世界的大危机的到来 他们在为那个在等 在做准备 而他们认为 在那个危机到来之前 他们没有必要去加速这个危机的到来 而他们认为 打破现有秩序 美国的这种跟中国的这种主动的对抗 就是正在加速那场危机的到来 这是中共和中国政府 他们的想法和思考 我不认为中国的智慧 这里的中国就不仅仅是中共了 是包含中共的 我不认为中国的智慧是愚蠢的 相反 我越来越觉得 在这个大问题上 中国的智慧是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智慧的 如果我们用标签画的话 那我就可以认为 哲人和政客的智慧是优于商人的智慧的 好 那请大家看我今天的录制的节目吧 然后等这个节目播放完之后 我与李伟呢 与大家在这里面现场的在聊一聊 希望大家有这个耐心 也希望我没有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 但是我的这个节目确实有点长 两个小时 而且有一些东西我确实是收着在讲 收着在讲是因为我不想把它写在纸面上 那么明确的得出结论 有可能还会有变化 好了 我就不多废话了 大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论顶 确实是也有资本来谈谈这个问题了 因为如果倒退个100年 可能我们没有资本去谈什么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只能谈谈什么是我们的宿命 而且这种宿命还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接受得了的 首先看看什么是中国这个民族的宿命呢 我们站在别人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呢 可能更能看清楚 因为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宿命是什么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自怨自爱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啊 在过去的这100年来 另一个文明 如果我们把世界简单的划分为两个主要文明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话 我们就看一看西方文明是怎么看待我们的 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未来的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节目当中提到了 地缘政治呢 一直是我分析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点 是一个 我不认为地缘政治是一个真理 但是我认为地缘政治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也许有一天它会被打破 或者也许在某一个场景下 它会失效 但是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 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律 是我们应该用来做参考的一个规律 显然它不是唯一的 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一个 那么我们讲过扩张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扩张 简单来讲啊 帝国是由于处在上升期的国家 出于安全的追求 而不断扩张的结果 这个是规律吗 是 是真理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不知道 我不经常跟大家谈数学吗 引用一个数学的例子 勾股定理就不能称其为一个数学的公理 但是相反 同它阐述同一件事情的毕达哥拉斯的这个定理 为什么就能成为一个定理呢 那是因为中国人总结出勾股定理 它是一个归纳的方法 它是看到所有的事物 它能看到的事物都是勾三股四悬壁五 它并不知道为什么 它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数学的证明过程 所以它不是个公式 不是个定理 恰巧 它符合这个定理而已 因为你不能说 你看到了一百万个三角形都是这样 那一百万零一个三角形 它也是这样 你不能这么讲 归纳法是不能这样讲的 只有演绎法是可以这样讲的 什么是演绎法 就是我通过证明 证明这个事儿 一定是这样发展的 那么它是放置宇宙而接准的 数学是放置宇宙而接准的 所以我说 帝国是由于处在上升期的国家出于对安全的追求而不断扩张的结果 它不是个真理 它是个归纳的经验 或者归纳出来的一个规律 更像我们说的这个勾股定理 而不是一个数学上的公理 我花这些口舌来讲这个话是有意义的 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它就一定是一个真理的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而阻挡它的方法就是消灭它 但那是另一种扩张 就是历史告诉我们帝国是怎么产生的呢 帝国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出来的 没有人一开始有这个野心或者一开始有这个智慧 设计出了罗马帝国 设计出了大秦帝国 设计出了拜占庭帝国 设计出了这个伊斯兰的帝国等等等等 它只是一个国家处在上升期的时候 出于它对安全的不断的追求 就要不断的扩张 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为了对抗这种扩张呢 为了对抗这种威胁 你能采取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消灭这个帝国 但是消灭这个帝国本身 你又是另一种扩张 本质上你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帝国 这是我们人类历史走到今天 我们能看见的过往的一个历史 事实和一个历史规律 大前提 第二点 中国可能对世界自由构成威胁 原文中作者用的是黄霍 黄霍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同时具备 获取陆权和海权能力的大国 这句话是地缘政治的开创人 麦金德爵士 他所说的 1904年的时候说的 1904年的中国有多么的弱呀 人家有这样的洞见 西方人有这样的洞见 1918年 麦金德在他著名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 提到中国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如果未来欧亚大陆与非洲可以结合起来 中国将占有世界上最有力的位置 中国将会与美国英国一样 指导世界 为四分之一人类建立起一个既非东方 也非西方的新文明 朋友们 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当年啊 当年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啊 后来当美国的学者 在提到这段话的时候呢 有一个玩笑啊 就是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学者 我也经常跟大家提 就这个卡普兰 他提到啊 这个地缘政治的开创级人物 先师麦金德的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 他说这句话只有一个地方说错了 就是没英国什么事 因为麦金德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大英帝国主义者 就是他是那种英国的民族主义者 所以他呢 认为中国将会与美国和英国一样 指导世界 但是他不知道 在他去世之后 英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帝国的地位 已经指导不了世界了 可是卡普兰说 除了他说错了英国 不再是一个帝国以外 其他的他全都说对了 而且正在发生 那么第四句话 亨廷顿说的 在亨廷顿的这个文明的冲突一书中 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 这个不是他书中的原文 是通过他书中的原文 我总结给大家的 就是中美关系 是世界未来的最重要的关系 而中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哪怕在亨廷顿的中文版里面 也是这样写的 他们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 所以不论经济联系多么紧密 中国甚至整个亚洲 他书中写的就是亚洲 指的是东亚东南亚东北亚 也就是不包括中亚和西亚 因为中亚和西亚 指的是另一种文明 穆斯林的文明 伊斯兰文明 亚洲国家也无法与美国共居一室 为什么 因为亨廷顿认为 亚洲国家是一种传统的 中华儒家文化圈的文明 这是他的看法 那么从这个角度 大家看一看 中华民族的宿命是什么呢 人家怎么看待我们 取决了 就取决了人家会怎么样的 开展与我们的关系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 至少我们能看到 似乎是 中华民族的宿命 就是必然要扩张的一个宿命 哪怕你不想扩张 全世界的其他的文明认为 你是必然要扩张的 而现实是 我们确实在人类的历史上 和在中华文明 有它以来的历史上 扩张是中华文明的常态 强是中华文明的常态 弱并不是中华文明的常态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 长河中去看 你就会发现西方人的这种担忧 这种顾虑 它不是一种歧视 也不是一种傲慢 是他们冷静的 客观的看待历史 得出的一个结果 我们再接着看 我们刚才说的是 过去 一百年以来 西方人对我们的看法 那他们说的对吗 我们看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一点我列出的是 中国扩张的最有力的出口 东南亚 中国扩张将面对的最大的钉字户 朝鲜 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本期视频 与我最初的原稿 最初的设想的内容 我大概缩减了50% 所以有的地方 大家会听起来不连贯 我缩减的这50% 不是不仅仅是数量上的 也是程度上的缩减 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大范围内的讲话 分寸还是需要有的 这个分寸不是恐惧什么敏感 审查 是不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后果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对一些拿不准的 吃不准的东西 我选择放一放 先放一放 不希望把一些极端的言论 呈现给大家 那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要补充说一下 什么是中国的宿命 扩张就是中国的宿命 那么在这个扩张的道路上 中国又将面对 它什么样的必然的选择 就是它最有利的出口 就是东南亚 而它将面对的最大的钉字户 在现在来看就是朝鲜 这就决定了中国扩张的方向 陆地的方向 一定是向东南亚 向南海方向的一个 为主的一个扩张方向 那么中国陆地扩张过程当中的 机遇是大于威胁的 总体处在一个主动 可控安全的状态 我跟大家讲一下 中国在陆地扩张过程当中 机遇大于威胁 总体是可控的 这个是美国 美国的国家智库 美国的国家级别的 学者也好 智库也好 对中国的扩张做出的一个判断 并不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简单讲 他们认为中国在陆地扩张上 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 实际上 中国在整个的扩张当中 只遇到了一个大阻碍 就是美国 所以中国在陆地的扩张上 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 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 那么这个我刚才跟大家提到 这个卡普兰啊 也是现代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学者 他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中国的最终命运将取决于占中国人口 95%的主要居住在可庚区域的汉人 能否永远控制住在边疆地区的西藏人 维吾尔人 内蒙古人 以维持最低度的动荡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及社会发生动乱时 这是他在2012年 一个书里面 所提到的 这也是我多次的跟大家讲 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风险点不是香港 是新疆的原因 我想我们的着眼点和我们的分析方法 应该是一致的 那么把这句话呢 换一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中国在陆地上的扩张呢 是没有外敌的 内部的稳定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考虑的维度 没有外部的敌人可以抵御住中国的扩张 如果中国需要扩张的话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 我讲的不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讲的是我对现在的正在发生事情的一个描述 转述和判断 我讲这些既不代表我同意中国的扩张 也不代表我反对中国的扩张 坦率地讲 作为美方的考虑的角度 他们也没有赞成和反对 他们是要谈论的是 我们如何面对中国的扩张 因为他不会因为你的反对而停止 他也不会因为你的支持 而变得更快 他就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和现实 我们再看看中国在海洋扩张当中所面对的问题 这个是我对美国的学界最近这几年对中国在海洋扩张战略方面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总结 就是中国海洋扩张过程中的挑战在于是否会出现新的八国联军舰队 美国不能凭借其自身力量阻挡中国至少获得与美国平分太平洋的权力 大家有空的话 看看地图 把手机上的Google地图缩放到最小 看一下太平洋 看一下中国南海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趋势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你们就对这段话会有更好的理解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中国在海洋扩张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会面对挑战的 但是这个挑战是只有在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情况下 中国才会受到阻止 如果说没有国际社会的联合 仅靠美国一家的力量的话呢 是阻挡不了中国的 那么中国至少可以在太平洋获得一个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这么一个结果 下面呢是我列出来的一个美国人或者说美国的智库 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惯用的一种判断事物的方式 就是比大小 抱歉 就是比大小 列数字比大小 我们看一看 当我们今天很多反共的人士 怎么讲 我自己也反对中国共产党 但是有一些人 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民运人士 还要组建海豹突击队 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就有一些人 他们很狂妄 他们认为啊 中国是个纸老虎 可以呢 通过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是一场不用规模太大的战争呢 就能将中国击败 美国人是这么想的吗 显然不是这么想的 最近的一次 卢比奥参议员 他是参议院外交情报委员会的一员 他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当中 我想大家还有印象 他提出来了 他说大陆的威胁对我们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不一定能够抵抗得了的 原话我记不住了 这是美方真正的和客观的想法 我们看一看这个数字 美国海军在冷战时期 有军舰大小军舰600艘 1990年降到350艘 最低的时候降到过250艘 现在是355艘 但是可以投入战斗的 可以投入战斗的时期是280多艘 他们计划在2030年达到480艘 这是美国的数字 我们看看中国有多少 中国海军2018年是300艘 分析认为2035年的时候是超过500艘 我补充一下 我跟大家讲过航母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目前中国在意航母两艘 再建航母两艘 而再建这两艘据说可以在三年之内服役 那么以中国的这种速度来看的话 以中国的这种科军工产品的速度 叫装备一代 制造一代 研发一代 那么至少还有两艘航母 在三年之后就会处在一个建设期 当我们十几年前在谈论谈论中国空军的时候 歼10是最先进的战斗机 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国空军的时候 歼10已经是中国空军战斗机里面低端机 歼20歼31已经数百架的 就是以百歼20已经以百架为单位 在装备中国空军 歼20是什么 歼20是对标F22的 歼31是要出口的 是对标F35的 如果你要看看中国的坦克的装备数量 你会吓死 中国对坦克的更新装备数量 远远大于美国 大于俄罗斯 我们都说啊 这个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军事强国 是的 但是美国的军事目标和军事部署是全球 中国没有那么大的范围 中国目前的目标只有亚太 以海军为例 美国有355艘舰艇 它能把多少艘放到亚太呢 中国有300艘舰艇 那可以把300艘全都放到亚太 那能一样吗 那我们再看一看啊 我们谈完了中国和美国 大家没有感觉 那我们看一看 一般国家的军事实力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就会知道 中国和美国已经在军备竞争的道路上走得有多远了 英国 这个100年前的大英帝国 皇家海军 现在有军舰74艘 澳大利亚 亚太地区的强国 现在有军舰48艘 印度 印度也是亚太地区的强国 现在有军舰200艘 但是普遍认为 印度的数字不真实 就是说他能够使用的军舰 或者说他有效 有战斗力的军舰 可能达不到50%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情报证明 他哪一个是有战斗力 哪一个是没战斗力 所以我们依然认为 他是200艘 印度要实行一个东进战略 2050年之前 印度要组建三个航母战斗群 但是目前 他连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能力都没有 真实的能力都没有 中国从来没公开说 中国要组建几个航母战斗群 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四个航母战斗群 已经有了 我刚才讲了 两个航母在意 两个航母在舰 但是中国的四个航母战斗群的架构 已经有了 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军事 不讲太多的时间 但其实讲军事 我还不客气的讲 我还真是 比一般人能讲的东西 要多一些 那么我们看看日本 日本目前有军舰 160艘 如果没有中国的威胁的话 美国是绝不可能允许 日本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舰队的 但是即便日本有军舰160艘 在数量上和质量上 从目前来看 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 跟中国还是没法比 中国海军目前不仅仅是在数量上的发展 要远远大于周边国家 在质量上的发展 也远远大于周边国家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中国的扩张 几乎是一种必然 甚至你都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惯性 就好像跑得太快了 停不下来了 能理解吗 它停不下来了 这个机器启动了 停不下来了 这不一定是个悲剧 但是也不一定是个幸福的喜剧结尾 它一定是一个复杂的痛苦的过程 我自己每每每每每想起 中国未来的扩张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面是能浮现出来一些场景的 而这些场景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快感 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 无奈和残酷 伤感 中国的使命是什么 前面讲了中华民族 今天我们讲中国的使命 那我们就要具体界定 就是政府 一个中国政府 它应该有什么样的使命呢 幸好我们现在的中共政府 不管它虚伪也好 它怎么样也好 它呢在口号上还是要喊出来的 那我们就用他自己的话 来理解他的使命 如果有一天他做不到 那是他说话不算数 不是我们强加给他的一个使命 是他自己宣称的 对吗 总结下来看 中国政府给自己定义的使命就是 人民要幸福 习近平统治讲的 民族要复兴 习近平主席讲的 国家要强大 也是习近平主席讲的 没有一句话 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 是他们自己讲的 那他能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呢 他能不能在这个宿命的道路上 完成这个使命呢 我希望他能完成 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样跟大家讲吧 理想和现实啊 你要分得清楚 你不能放弃理想 你更不能放弃现实 所以基于现实 基于理想 两重的考虑 我希望中共能够走出他的宿命 能够完成他的使命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很多朋友总说 我还是信他们的 还是为什么约翰总是信他们的 信他们能改革 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是错的 这里面没有信 也没有不信 是一种期望 而这种期望是基于一个现实 换句话说 我期望如此 他也不会因为我的期望 变得更好 那我何必不期望他如此呢 我去期望他做不到 或者说我对他失望 有任何的意义吗 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比如说明天 我要去野餐 那我希望天不要下雨 那天下不下雨 跟我稀不希望 可能关系不大 可是难道我要希望天明天下雨吗 那我不成了一个自虐狂了吗 对吗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这种心情 我不是一个幻想主义者 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也是我认为这一期节目比较敏感的话题 导致我删掉了很多东西的话题 就是政治改革 如果我们不进行政治改革 我们是既走不出我们的宿命 也完不成我们的使命的 我在这里呢 将自己带入到中国 带入到中共这个体制 所以我叫我们 就是换位思考 站在你的角度上 我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请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啊 因为我们的后院在起火啊 如果我们天下太平 我们不需要谈改革 就像我说 如果美国真的伟大 他不需要谈再次伟大 是一样的道理 改革的原因 是现有的官民关系 不能解决 现有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也就是官民矛盾 与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中 提出的经济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 就是社会发展到了一个 现有统治系统 与社会的现有结构 不匹配的阶段 生产力也好 社会关系也好 总之他脱节了 第二点 改革的目的啊 是为了避免被动的剧烈的改变 就是避免被革命 但是变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如何变是我们要选择的 所以改革的目的呢 不是因为你失败了 改革的目的 改革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处在一个变化当中的 有一些人拒绝改革 是纯粹出于一个面子心理 就是有一些中共的官员 他就不想承认失败 那么我就经常跟他讲 没有人说你失败了 就像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运动方式要改变一样 变化是一个正常的规律 自然规律 他不意味着你失败了 第三改革 对我第三点已经说了 改革不意味着失败 改革不一定惊天动地 也可以慢工出细活 什么是惊天动地的改革 就是革命啊 还有一种惊天动地 就是把口号喊得很响的改革 那么我们不一定做那种改革 我们也可以慢工出细活 我们也可以踏踏实实地干 我愿意相信习近平 在进行着一场改革 但是我不能证明 他在进行着一场改革 我只是说我愿意相信 他在进行着一场改革 那我不能证明 他在进行着一场改革 我对他的这个改革的结果呢 也不抱有任何的期望 改革成功 那是一个幸运 改革失败 那是个必然 我是这样去看待改革问题的 我其实我是这样看待很多问题的 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努力 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大的努力 第四点 改革不是权力的更迭 改革不是权力的更迭 改革是权力的再平衡 是权力的保养和大修 它可以使权力更稳定 很多人 尤其是权力大的人 担心改革呢 不想改革 拒绝改革 就是因为 他们怕权力丧失掉 实际上一个好的改革 它就不应该是一个权力的更迭 更迭是什么 替换 比如说英国的光荣革命 并没有把王权替换掉 但是它确实是进行了一个权力的再平衡 你国王的权力不可以这么大 我们要进行一个平衡 同时对国王这个权力呢 也是个保养 因为如果你继续过度的使用这种权力的话 你国王就不存在了呀 你要被推翻了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后 日本的明智维新之后 虚军它反而更能长久 实际它的权力是更稳定的 如果你能想通这一点啊 我说当权者如果能想通这一点 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当你的地位 你拥有的财富和权力 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 你所追求的 很多人觉得 我们这个国家领导人 他所追求的更大的权力 更大的财富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更大的权力 更大的财富 对他们没有意义 他们最终追求的是一个安全感 是个安全感 就像我说帝国是怎么产生的 帝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而追求安全感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一样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是因为我们后院起火了 我们后院有什么火呀 我以前在讲江山和家园的时候 讲过 两个指标能够告诉我们 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第一个是地方自治 第二个是私有产权 那么我今天列出来的 第一个后院之火 就是央帝矛盾 这个央帝矛盾呢 我今天会把它细化成两类 一类是内地与央帝的矛盾 与中 内地的央帝矛盾 简单讲 就是汉人地区 与中央的矛盾 传统的中华文明的地区 与中央政府的矛盾 这个历史上一直有 第二个呢 是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矛盾 这个历史上一直有 但与目前所表现的状态不一样 这个我要细说一下 为什么历史上也有新疆 与中央政府的矛盾 康熙还亲征过 蒙古也有矛盾 康熙好像也亲征过吧 西藏也有矛盾 但是与现在不一样呢 是因为当年 这些少数民族地区 并没有被纳入到大一统的体系内 它是不是大清朝所管辖的领土 是 但它的管理模式是不一样的 它的管理模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看一看啊 对这个央帝矛盾的解决办法 下面是我所列的几点 我的思考 在一些 长辈面前 和在一些 体制内的这个 大人物面前啊 我在这就搬门弄府了 希望大家呢 就该嘲笑嘲笑 我也承认我很幼稚 只是把我的想法呢 分享给普通大众 看看我们普通的网友 是不是能理解 能接受 也看看我们这些长辈们 这些身在高位的人 是不是觉得有可参考的地方 我给出的第一点建议就是 央帝矛盾的解决 要有两种方式 两种方式都基于一个前提 就最终要是走向自治的方式 我再强调一遍 自治不是独立 美国的州与联邦 就是典型的自治的关系 而且说的更准确一点 是典型的地方自治 与中央集权的结合和平衡的关系 在美国的建国的过程当中呢 它最初是13块殖民地 变成13个州 它在扩展到50个州的过程当中 它并不是每一个新纳入的州 一进来的时候它都是州的 它扩展后来扩展的30多个州 大部分是领地而不是州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俄亥俄州 还有这个密西根州 印第安那州 当它最初纳入到美国版图的时候 它是领地 它没有州的权利 而有两个州是特别例外的 德州一进来 就是州 加州一进来就是州 那么领地与州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会采取对不同的地方 有这种不同的政策呢 我简单的讲 领地实施的 是一种类似于殖民地的管理制度 也就是说你是没有自治权的 在一个领地上 领地的官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 直接管理的 州是有自治权的 你跟联邦之间的关系 原则上来讲是契约关系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被管理关系 就是你对联邦有话语权 领地对联邦没有话语权 你的官员都是联邦任命的 你有什么话语权呢 那为什么德州 他能够被做了一个州 而没有经过领地来加入联邦呢 是因为德州 在他加入美国的时候 他的从德州的 当时德克萨斯这个国家 德克萨斯共和国的总统 就是曾经的美国的一个议员 而德州的居民 大部分 绝大部分居民 是美国人 就是德州的绝大部分居民 是当时的美国的移民 和移民的后代 所以他在文化上没有差异 他在社会组织上 跟美国的其他的州 是基本一样的 就跟南方州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他可以直接 变成州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 什么是领地呢 最典型的特点 就是领地 原来是印第安人的领土 印第安人占多数的地区 你跟我是不一样的 我要把你变成我 那我把你变成我的 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对你 进行一定的夺权的过程 你就不可能拥有 绝对的自治和绝对的自由 这个绝对的也是相对的 那么这是领地 那么中国现在实行的政策 是一种 虚伪的政策 应该说是虚伪的政策 因为中国所有叫自治区的地方 实际上是最不能自治的 实际是最不能自治的 但是他又为了体现出自治 所以他就要搞一些这种叫 叫民族官员也好 或者说形式主义 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因为他确实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主义 这些民族官员在当地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 我这个已经就是很敏感了 但是其实我有更敏感的东西 没有敢在这里讲 我个人认为 基于目前中国的现状 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真是应该是倒退回领地模式 就是你直接承认 你没有给地方自治自由 你直接承认 你是把它当成一个领地来看待的 你不用为了任命一个少数民族官员 而任命一个少数民族官员 你反而能将这个问题变得更单纯 换句话说 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方式 我指的是中国 应该是与其他各省的统治方式一样的 因为中国现在对待所有地方的统治方式 都是领地式的统治方式 就是我们中国对待所有的行政区 中央和央地的关系 都是领地关系 它不是一种州的关系 这个我想大家都是承认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种公开化 我就是对你是一种领地关系 央地关系就是领地关系 对少数民族地区 而对各个内地的省市 我认为是要区分对待的 就是对内地的省市 或者说非少数民族的 汉人为主的 没有民族矛盾的地区 应该尝试进行周治 就是一定的地方自治 我这段话文字写下来会比较清楚 说呢有可能不清楚 我想表达的是 中国应该进入到一种地方自治的模式和阶段 但是结合现实问题 不能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自治 我这样说 大家能听懂吗 就是中国确实是我主张 也应该是进入到这个联邦自治的阶段 逐步进入 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不具备进入自治的基本条件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理想 你也不要跟我谈什么正义 我这里谈的是可行性 可行性 那有人反驳我 你凭什么说少数民族地区不能自治 我说的是自治的可能性 可行性是什么 自治是什么 自治是基于一个国家统一不分裂的情况下的 联邦与地方的一种平衡 如果我们现在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自治 比如新疆 它会发生什么呢 你只要智商 没有问题的话 你都应该想到会发生什么 这里面与正义无关 与道德无关 我们谈的是可能性 可行性 请大家理解 我现在带入的角色是 我带入我自己到中国这个角色里面去思考问题 应该怎么思考 那有人讲 你为什么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 那你不废话吗 如果你不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换再进一步讲 如果你想去影响人家 你是不是也要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两个人之所以能沟通 能谈 能妥协 是因为你们还能对话 你比如说 你想吃烧烤 我想吃火锅 那我们两个商量今天晚上吃什么 如果我说 对不起 我非烧烤不吃 我非火锅不吃 你说对不起 我非烧烤不吃 那我们两个就不要一起吃饭了吗 就没有可能性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谈的必要了 我们只要是还想谈 就要找到共识 找到共识 就要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好 我现在站在你的角度 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 而且我也不认为 我和你就能分的那么轻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这个维度上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是一样的 那么站在这个角度 我们一起去思考 中国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我们也有责任 去一起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果你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那你也就等于给中国共产党 进行了全部的复权 你放弃了你的权力 和主张 接下来说 州在中央集权的现状下 实现地方主要干部的本地化 第一流动 逐步实现财税的本地化 什么是州 我再强调一下 我有一个前提 就是汉族地区开展地方自治 少数民族地区 不具备开展地方自治的条件 目前为止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 应该将少数民族地区的领 领地化呢 进行一个承认 而不要不承认 目前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 所谓的自治是虚假的 挂着羊头卖狗肉 我希望的是 我认为应该你挂着羊头就卖羊肉 这样大家都好谈 因为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基于对一个现状的承认去谈问题 你比如说 我们讨价还价 对吗 我们起码要有一个共识 起码要有一个共识 我说你你占了我家的地 我想跟你谈谈这事怎么解决 你都不承认你占了我们家的地 这就很难谈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前提条件 那么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呢 各省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各省 应该啊 逐步的开始实现他的干部的本地化 我以前在谈大一统的时候 在谈江山家园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是谈过的 在这里呢 我就不做的过多的解释 干部的本地化和低流动 它至少能起到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的好处 它能起到一个情感上 跟本地人的沟通更充分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啊 就是中共的官员 省议级别的 很多地市级别的也是流动的 省议级别的 它一定是异地的 这些官员几乎在所在地 所在的工作地是不可能接触到当地的老百姓的 那么如果他都不可能接触到当地的老百姓 他怎么了解当地真实的情况呢 他怎么可能不被当地的官员骗呢 所以第一个好处 官员的本地化有助于他们之间的联系 第二个好处 官员的本地化会加强 本地人对官员的监督力量 也会增加这个官员做坏事的成本 最典型的例子 这次武汉疫情 唯一一个感冒天下之大不为出来说实话的 是武汉市市长 这个人呢 我对他还了解一些 他是个少数民族 他是个本地官员 没记错的话 是个土家族 其他的市委书记 省长省委书记 全是央官 或者我们叫金官 他们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他们为什么不着急啊 跟本地没有联系 这个本地的武汉市长 为什么着急啊 你设身处地想一想 他的所有亲戚 全生活在武汉 几乎上全生活在武汉 那么他身边人给他的压力得有多大 他不作为他的亲戚们 在武汉受到的白眼得有多大 这就是圈子嘛 你的圈子在这里 你当然要在意 你的圈子不在这里 你就不在意嘛 所以这是官员本地化的第二个好处 那么要逐步实现财税的本地化呢 这一点就目前来看啊 对中央政府来讲 是个解脱 原来谈这个问题很难 原来如果跟中央政府去谈 要实现地方财税的这个本地化呢 他很难接受 因为这个钱 他不想吐出来 但是今天地方给中央造成的 主要已经不是税收了 主要是负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央不去对地方进行税收权利的释放 那么你就必然要承担地方的债务 你承担不起 是真是承担不起的 如果你放开了对地方财税的管理 管制 把这个原来该归地方收的税还是还给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会产生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有的地方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债务窟窿堵上 有的地方 他显然他就要破产 那么有的朋友就问 那是不是就破产了 这个也不好啊 但是呢 这种情况呢 中央的责任就变小了 第一 中央可以说 你看 其他省就搞得好 你搞不好 是你能力不行 那你能力不行 显然你要至少要承担大部分责任 第二 当财税制度放开之后 地方和地方之间也会有竞争关系 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懒政赖政 他们就会更积极的去处理他们地方的问题 因为他们知道啊 现在呢 没有人没有人跟我们兜底了 而且如果别的省把这事干好了 我干不好 是不是我这个仕途也不好啊 我这个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所以现在这个机会是个危机 也是个转机 应该把财政问题啊 重新的理一理 是不是中央还应该拿那么大的一个比例 我觉得这个是中央要考虑的 第三点 在领地 就是我说的这个自治区 民族问题文化化 加速融合 而不是消灭 什么是加速融合啊 其实我这个话说出来是政治不正确的 但是我认为比消灭还是要好点 消灭就是物理上让他们不存在 物理上让他们不存在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把现有的存量消灭掉 我这个话就有点不人性了啊 把存量消灭掉 关起来或者杀掉 第二种呢 是把增量消灭掉 增量消灭掉就不让你生嘛 这是物理上的消灭 这个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应该是加速融合 什么是加速融合啊 在美国过去的200年 移民历史当中有有一个点 我认为是可以借鉴的 就是美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啊 在建国之初 他们对人群的这种居住 有一个导向 这个导向叫小聚居大滚居 什么是小聚居大滚居呢 小聚居比如说你是爱尔兰人 那你自然来了 你愿意跟爱尔兰人住一起 你是华人 你来了自然愿意跟华人住一起 这个我们不能干扰你 你可以小聚居 但是一定要大混居 就是说你可以聚居成一个街区 但是在这个城市 一定是各个族都有的 因为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是一个大聚居 你所有的这个城市里的主要族群 都是你少数民族的话 你一定会闹独立的 魁北克就是个例子 魁北克就是个例子 这一点问题上 统治者不应该 也从来不去赌人性 我也建议我们的网友 不要用人性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是不要用人性 是要用人性来思考这个问题 而不是要用 不要用理想和政治正确 思考这个问题 政治正确是什么 政治正确就是你愿意住哪住哪 理想是什么 理想是人和人没差异 事实是人和人有差异 所以我鼓励对民族的融合 采取一个小聚居 小聚居大混居的状态 我想我说的已经够透了 不应该让我再说的更透 那是不是就要违反一些 YouTube的规则了 小聚居大混居 举个例子 回民街是可以的 那么一个回民村可不可以 一个回民县可不可以 一个回民市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 大家去思考 但是这只是一个例子 只是说回民街是常见的 我也有很多回民的朋友 不是指回民这个少数民族怎么样 同理 南疆和北疆 应该引导一个什么样的 民族的混杂方式 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在较长期保持现有的中央 主导财萃制度的权利 也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 对领地 或者说对我们现在的自治区 不应该 采取 类似于我说的 对各省各州的那种 未来应该采取的 相对的财税自由的制度 这是不一样的 这个与好坏 善恶 道德 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现实所破 现实所破 除非你不在意这个国家 分裂 除非你不在意发生内战 可以 如果你在意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你的选项 英国是不是很高尚 英国怎么处理北二兰问题 大家去看一看英国的历史 第四点 上面的解决方案的概述 就是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的一个平衡 类联邦制 但是我为什么这次呢 要花一些额外的话来讲呢 就是我把它分得更细 这个联邦制是有阶段的 不是一刀切的 而这个阶段目前在中国是具备这样划分的条件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哪些地方具备了实行周治的前提 哪些地方不具备 你把所有在自治区的地方 按照领地去对待就对了 也许宁夏可以按照周去对待 但其他地方我认为都不具备 你把所有叫省的地方 按照周去对待就对了 我想仅就这一页 我会被拍很多砖 这也是我非常不想讲这一期视频的原因 但是说心里话 就这一页 还是我删了很多之后 剩下的这一部分 就是关于仰底矛盾 因为在我原始的思考里面 可以细到更细 越细 我们就越要忘掉情感 越要忘掉善恶 越要进入到一个功利 越要进入到一个结果倒下 官民矛盾 官民矛盾是一个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 我们现在的官民矛盾是怎么来的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官民矛盾呢 以下是我的一些思考 统治者的利益是第一点啊 统治者的利益的基本保障不是权利 而是有被统治者 所以我认为 国家的基础是老百姓 那些有一些官员他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负担 动不动就说这个你给祖国丢脸了 这种人在我眼里都是混蛋 无知的混蛋 你以为你有权利 你以为你就是在帮助老百姓吗 你以为老百姓就是你的负担吗 我问你 你一个村长 你们村的人全去打工了 你还给谁当村长 你一个市长 你的市的人都都搬家了 你还给谁当市长 如果没有被统治者 统治者就统治谁呢 这是个基本的逻辑 但是这个最基本的逻辑 被我们现在中国政府的大量的官员 所忽视 所遗忘 这体现了一个官员的无知 表现出来的就是官本位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 官本位是不对的 因为他是行不通的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世界 人的流动性 你是很难控制的 虽然你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控制 但是你如果继续是官本位的话 你会导致高端人口大量流失 剩下的全是低端人口 你们眼里的低端人口 而低端人口 他不具备那么大的可剥削性 你还要去剥削他的话 他最终一定是狗急跳墙跟你造反 喝口水 第二点 过去这么多年 我始终在纠正一个词 就是国富与民强的关系 国富与民强的关系 不是国富使民强 而是民富使国强 不是你这个国家富了 你的老百姓就强了 错了 是因为你的老百姓富了 你国家才强了 你国家怎么强的 有钱了 你才强 你怎么有钱的 税收 哪来的税收 老百姓富了 你才有税收 这也是个基本的逻辑和简单的逻辑 那么秦辉教授 他有一次演讲 他说中国是皇恩浩荡的心理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什么是皇恩浩荡 就在中国大一统的制度下 皇帝统治者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他对你的恩 哪怕他做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比如说他收了你的税 他就给你建设一个福利 给你一个福利 这个在统治者看来不对 这是我对你的恩情 我收你税是天经地义的 我为你服务 那就是我的恩德 老百姓也认 目前为止 大部分中国人 都认这个皇恩浩荡的心理 这是错的 这是不符合基本逻辑 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的 现代社会的文明 现代政治的文明 是一种契约 你统治者 有你统治者的义务 我被统治者 有被统治者的义务 这个与民主独裁无关 这个与民主独裁无关 独裁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被统治者的义务 最简单的纳税 统治者的义务 最简单的保护我的安全 我在讲霍布斯 就是讲自由那期里面讲过 霍布斯提出的是国家的概念 国家是干什么的 国家的基本的职责 就是保护人民的安全 无论你是国王 你是总统 你还是什么 一样的 第三点 那么前两点呢 就是为什么把它写在这个官民矛盾里面 就是前两点呢 它导致的是中国的官员有一种官本位的思维 而中国的老百姓呢 也有一种黄恩浩荡的这种想法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奴性的这种思维方式 但是实际上呢 你老百姓不管你心里面怎么有这种奴性的思维 在利益面前 你是不想牺牲你自己的利益的 所以就会产生到一个矛盾 因为如果你你的思想是奴性的 你在利益的选择上 你也做奴性的选择 那就没有矛盾了 那就是你甘心被奴役 实际上你并不甘心被奴役 这就会产生矛盾 第三点 统治有两种效果 一个是猎人式的 一个是农夫式的 什么是猎人式的统治 猎人怎么对待猎物 没听说哪个猎人把猎物抓回来 让这个猎物下崽的 猎人对待猎物都是有今天 没明天的 今天打猎 吃了 明天再打 是消灭的方式 猎物就是敌人 农夫是怎么种田的呢 他要经营 他指着我今天种了 明天要播种了 哪怕这个我们说畜牧业 农牧业其实是一样的 我养个小羊 我还指着他明天长大了 再下羊羔子呢 所以统治的方式不能是猎人式的方式 猎人式的方式就是野蛮的方式 杀鸡取卵的方式 应该是一种农夫的方式 最简单的资本家就是比奴隶主更聪明的统治者 奴隶主去奴役人 资本家不奴役人吗 也奴役 但他没有奴隶主那么明显 所以资本家是更聪明的统治者 那我们应该做比资本家更聪明的统治者才对啊 那什么样的统治者会比资本家更聪明呢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在探讨的路上 对官民矛盾的解决方案 我这个PPT其实不是今天做的 一周前就有这个PPT了 所以前两天我看到有网友留言 留到民本的时候 我挺感慨的 我觉得我们的网友呢 至少很多方面呢 跟我想到了一起去 我当时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 民本非民主 民主一定 我在这里下一个我对未来的判断 我的断言 十年后我们看 民主绝不是未来世界的发展的主流方向 我指的是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英式民主和美式民主 绝不是未来的世界的主流发展方向 未来世界的统治制度 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变化的点上 独裁也不太可能是未来世界的主流的发展方向 民主与独裁的结合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它是怎么结合的 我们不知道 而且我个人有一个判断 就是国家这个维度是要被一定程度的打破的 当国家这个维度被打破之后 民主和独裁这两种模式的结合 就是组合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多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只谈谈我对民主和民本 他们区别的看法 民主更多的强调的是 你这个普通人的拥有决策权 民本强调的是 你有更多的是监督权 你不一定有决策权 理论上来说呢 民主呢 阶层的流动性是比较强的 就是说你是一个商人 你也可以当官 你是一个工匠 你可以去经商 因为民主对应就是自由嘛 但是这是理论上 未来甚至现在 现实都已经不是这样的了 那民本是什么呢 民本它理论上阶层的流动性 就会比较低 民本社会一定是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我们所谓的安居乐业的状态 但这个安居乐业啊 不是形容说简单的幸福的生活 而是说你一个人在一个领域里 是有长期稳定的经营 跨领域是不常见的 不常见的 因为你不需要参与政治 或者说你参与政治的激情 并没有那么大 西方有一个 著名的学者啊 就这个以赛亚 以赛亚呢 他有很多著名的学说 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人们过于主动的 或者过于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 是有害的 人们过于主动的 过于积极的 普遍的参与公共事务 有可能对他自身的利益 也是有害的 自由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 是那么自由的 这话有点绕啊 大家自己去体会 那么民主呢 是更平民 因为他讲究平等 对吗 自由与平等 就是更平民一些 但是民本不是 民本他要更精英 他要更精英 因为民本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主 而是要为每个人好 那么大家 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在一个企业里面 你觉得企业 企业谁是老板 与民主有关吗 没有关系 你见过任何一家公司 去选部门经理的时候 如果这个是个私人企业 或者商业性质的企业 他会是投票的吗 他一定是讲业绩的呀 为什么 因为只有那个最聪明的人 能力最强的人 才能把我们部门 把我们公司带得更好 所以你要想为民好 讲究民本 你就需要精英去管理 而民主就不是了 民主他不在意的是民的好坏 民主在意的是民要做主 民本在意的是民的好坏 这是区别 典型的民主社会 现在的台湾 典型的民本社会 在我眼里 典型的民本社会 就是过去的美国 也是当清末民初的那些学者 儒家学者看到美国的时候说 这就是孔孟所说的三代盛世 这就是德制 这就是闲人治国 就是这个道理 我认为美国建国之初的一百年 就是典型的民本社会 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 一家之言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官商矛盾 我们已经讲了一期资本主义 讲了一期数字人民币 所以官商矛盾 对大家来讲 应该说如果你看过这两期视频 你就能更好的理解了 我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现在的政治权利的来源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由王权延续下来的 所以我在这里 用国王来做比喻 这只是个比喻 我跟大家讲 这只是个比喻 那么我们现在的商人 那还是叫商人 就叫巨商 富可敌国 叫商人 第一点 国王与富可敌国的巨商的矛盾 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这个是一点没有改变的 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 它也没有改变 就是政治与经济争权 平权 妥协的这个过程是没变的 变的是什么呢 改变的是出现了富可敌 恕国的巨商 却没有出现权可敌恕国的国王 最简单的例子 还是举马云 马先生对不起 这个不是故意的 这个兄弟 我确实不是故意的 最近马云比较火 所以还是用他举个例子 你说在中国的古代 有沈万三那样的富商 但是他的势力范围 不可能超过大明朝 他的财富也只能是存在大明朝 可是马云呢 马云的势力范围远远超过了中国呀 他可以在特朗普当总统之后 中国还没有去见他呢 他去跑去见了特朗普 川普总统 他可以不同过中国这个国家组织 去见很多的其他国家的元首啊 他的财产呢 那更是遍布全球各地了 所以他已经不是简单的富可敌国的问题了 他是一个富可敌数国的问题了 这个富也不一定是绝对财富啊 包括影响力 他的关键点是 他超出了原有的国家控制的范围 这个在历史上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一个国家只是 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商人 一个国家的国王 对一个国家的商人 有绝对的统治权 你这个国家的 你这个商人要想超过 要想逃脱这个国王的统治 那你只有物理上离开 而实际是很难的 实际你是很难离开的 因为资产都是重资产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种全球化 我们所有所有今天出现的变化 其实都是全球化导致的 全球化是什么导致的呢 我讲过是技术的进步导致的 所以技术是创造了文明 改造了文明 文明是技术发展的副产品 这个是在我很早以前的讲话当中讲的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 全可及数国的国王啊 还是以马云的例子为例子 马云的财富遍布世界 我们就说中国和美国吧 他可以把他的财富分配到美国 那中国的简单讲 中国的国王习近平 美国的国王川普 假设说马云得罪了美国的国王川普 美国的国王有多大的能力 川普总统去中国把马云的财富没收掉呢 中国的国王习近平主席 有多大的能力来美国 把马云的财富没收掉呢 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对等 这种不对等就形成了新的官商矛盾 而且它非常重要 因为它非常现实 第二点 资本主义是商人战胜国王的结果 这个我在讲资本主义的时候讲过了 没有商人就没有资本主义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而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政治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世界主流的政治文明 是商人创建的 而共产主义追求的是什么 共产主义追求的是人民要战胜商人 马克思讲资本论吗 商人剥削吗 所以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吗 但事实是 抱歉 喝口水 事实是在人类历史的这场争斗当中 与人民 是有极大的关系 但是这个胜利注定它是与人民无缘的 也就是事实是 人类近几百年 近千年的政治权力的争夺战当中 出现在商人和国王之间 人民都是牺牲品 或者说人民都是打酱油的 最终的胜利的一方 它就不可能是人民 所以我们说共产主义是个乌托邦 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 第三点 在国家种族的立场上 国王与人民的共同利益更多 就说如果你的认同更倾向于你是中国人 而你的认同更倾向于你是华人 那么相比于马云而言 习近平跟你的共同利益就更多 你们的这个叫共同体就更紧密 叫你们的共同认知吧 身份认知 但是在平等自由的立场上 商人与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更多 什么是平等和自由的立场 就是价值观 意识形态的价值观 比如说你是一个提倡民主自由的人 你是一个提倡资本主义的人 价值观的人 你是一个提倡 提倡这个就是我们讲叫民运吧 民主运动 这样一个人 那么我们不举马云的例子 因为马云还是中国人 你们显然在种族上也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那西方的某个商人 他就与你的共同利益就更多 比如说谷歌公司 对吗 谷歌公司强调信息的自由 强调言论的自由 比尔盖茨 这些商人 他就与你的共同利益更多 因为你们强调的是价值观 所以在这个维度上 未来官商之间也会面临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就是针对第二点来的 就是关于商 国王和商人都会去争夺人民 他们会去争夺人民的支持 以往这种事情是没有的 这种事情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 因为自由平等这些立场 也是资本主义革命之后 启蒙运动之后才被广泛的提出来的 第四点 未来社会会出现明显的阶层固化 人会按功能自愿与非自愿的 在自己的阶层内发展 跨阶级容易 跨阶层会越来越难 但是商人很有可能成为怪人阶层 就像欧洲人眼中的犹太人一样 解释一下 未来的社会阶层固化是什么意思 简单讲职业固化 就说你是一个军人 你就可能永远是个军人 或者你是一个商人 或者你是一个厨子 那你世世代代 你们家就是干饭店的 你是读书人 那你这辈子也很少有机会 很难有机会去创办一个企业 这叫阶层的固化 但是你在这个阶层内 你可以上升 你是一个厨子 你干开饭店的 或者说 那你可以 你可以是大厨子 小厨子 可以是大饭店 小饭店 你是读书人 你可以是大学者 小学者 但是你要想跨越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这个有点像当年的日本的社会 就是武士 只能干武士 而我之所以判断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这个趋势 它就会导向人们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而各个行业之间的专业性的壁垒 会越来越高 我在讲资本主义的时候 我在讲资本主义的时候 我记得是资本主义那一期吧 我讲过一个专业俘获 就是这个问题 就专业的壁垒会越来越高 全财会越来越少 这个社会是越来越需要全财 但是全财会变得越来越少 跨行业的门槛会越来越高 但是商人就不一样了 商人会成为一种怪人 为什么他是怪人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怪人 就是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和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里面 还是在西方现实社会里面 其实商人一直是一个低社会阶层的人 直到工业革命之后 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 商人不论在东西广文化里面 都是被人瞧不起的 你不要看现在很多人讲 说这个西方文明是得益于地中海的贸易 但是商人依然在那个年代 是被人瞧不起的 如果你们看看亚里士多德 当年是怎么讲的 亚里士多德当年讲 靠贸易取利是最不道德的 圣经上也有类似的这种 圣经不是有类似了 圣经给出的一些可以从事的职业 和不可以从事的职业 高尚的职业就是包括农牧业 最不高尚的职业 最不该从事的职业 就是贸易和放高利贷 为什么 因为商人本身没有制造力 他不制造任何东西 他靠的是一种交易 而交易本身 他就一定存在着信息差 他才能有交易利润 所以我自己的判断是 在未来的社会 我指的是中国 在西方 我认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我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 但是在中国未来的商人 一定不是一个 不可能达到一个像 美国建国的时候商人那么高的地位 也不可能达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候 商人那么高的地位 就是带动社会的变革 不会 我本人 我说一下我本人的观点 我本人对这个现象是否定的 就是我 我认为这是错的 但是我认为它会发生 因为我认为人类的进步 是主要得益于商人的 就是实际上 为什么人类的进步 主要得益于商人 是得益于流动性 不能说得益于商人 应该说人类的文明的进步 与商人密不可分 因为商人的走南串北 把这个文化多样性给带动起来了 但是从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 商人会被边缘化 会被边缘化 历朝历代在中国的历史上 商人都存在 商人也都很富 但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是不行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不是我所喜欢的 这是我判断会走向这么一步的 高科技的困局 这一页呢 我也删了不少 因为很复杂 很难讲我的心情 实际上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英国崛起之后是德国 德国之后是美国 最典型的就是蒸汽机 仿制工业的清奇 其实中国的工业革命的最开始工商业的起步 在清末也是纺织业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纺织机的问题 还有蒸汽机的问题 德国怎么获取的蒸汽机和纺织机的技术呢 情报 或者说我们今天说的窃取 美国怎么获取的呢 情报和窃取 美国谁负责当年对欧洲的这种知识产权的窃取呢 就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当时的历史事实就是窃取 美国是谁负责这件事呢 我们常提的美国的伟大的人物 可以跟华盛顿相提并论的那位人物 汉密尔顿 英国怎么防止自己的这些高科技技术被窃取呢 当时是想的招可比现在绝多了 当时甚至英国出台过一个政策 就是纺织工人啊 还是什么机械的制造工人 如果你要离开英国本土超过几个月的话 你会失掉英国的公民身份 你就不能出国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事情啊 当然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和价值观来判断 确实它是不道德的 有问题的 但是我这里讲的话是政治不正确的 我先跟大家讲 我这里讲的话是政治不正确的 第二我要跟大家讲 我绝不是在帮中共洗地 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跳出这个道德的观点 你再去看的话 有一些事情它就是必然会发生的 不管你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你还是中国国民党执政 换句话说 你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全都变成是白人 全都变成是美国的民主党 或者是美国的共和党 他也会去干出窃取知识产权的事情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呢 那我也不试图说服你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所以窃取和获取高于自己的技术 使自己实现快速进步 它确实不道德 但是它确实是工业革命之后的 几乎所有后进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问题是我后面说的这个 但是很重要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在窃取到的技术上 发展下去的 当时去窃取英国技术的人 那也不只是德国 欧洲所有的国家全在偷 窃取欧洲技术的人 那也不只是美国 全世界所有国家也都在偷 在抗日战争之前 1992几年吧 有一个北大的清华的一个教授 名字我忘了 回头我给大家找一找 当时呢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当年日军要进入到北平了 那么大家决定就教育部决定呢 南迁就是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度嘛 有一本书叫难度违规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南迁呢 去往西南迁建立这个西南联大 那所有的教职员工呢 就要走了 那北大和清华呢 就空无一人了嘛 梁慈成呢 和他的太太 就是这个林徽因也打包准备走了 那么一天夜里呢 他们的一个朋友就突然遣回到北京 北平 找到这个梁慈成 为什么 因为梁慈成有一辆轿车 他就跟梁慈成说 说我冒死遣回来啊 就是想回到我们的实验室 拿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个放射性物质 用今天的话说呢 就是一个类似于油的那种放射性物质 是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好不容易带回来的 他的导师除物于对他工作的感激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给他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走私回来的 就是全世界都是禁运的 这是稀有品 是一个放射性的金属 那么梁慈成呢 二话没说 开着车带他到清华的这个校园里面 物理实验室里面 他们藏好的 藏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 用千冠密封的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这个人就消失了 就走了 就没有在梁慈成家待着 那中国因为取得这个放射性物质 在1920年代 30年代 40年代 50年代 甚至国民党到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他就研究出原子弹了呢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不是所有的国家窃取到了 或者获得到这些先进的技术 他都会得到一个最后发展成一个 一个那么强大的国家 就是不是所有的国家窃取到了欧洲的技术 都会成为美国 也不是所有的国家窃取了美国的技术 都会成为中国 韩国人也也也拿美国的技术 只是媒体不报啊 就在这件事情上 媒体绝对是选择性报道啊 这个我我有一定的发言权 美国每年被窃取的技术 那太多了 那窃取美国技术的国家 可不是只有中国 甚至都不是主 怎么说 都不主要是中国 不是主要是中国 每个公司 每个领域有他们自己的报告 据我所知道的一些领域 窃取技术的主要的国家 不是中国 是印度 还有一些领域 是韩国 只不过是中国和美国 处在这个关系上 中国拿到了美国的技术呢 美国人受不了 你像印度拿到美国的技术 他可能要消化十年 十年之后 这技术淘汰了 你知道中国拿到美国的技术 可能他消化一个月啊 那就不一样了 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 是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但我绝对没有说 窃取技术是道德的 窃取技术是不道德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 这是个必然 这与你喜不喜欢 没有关系 与是不是共产党 没有关系 我主要想告诉你 这个事与是不是共产党 没有关系 与意识形态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那么第二点啊 从有效性的角度来讲 千人计划 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消费比太低了 就是他花太多钱 他得到的效果呢 并没有 当初设计的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千人计划 它不应该是个学术的形式 它应该是个移民的形式 我刚才跟大家提的 美国建国之初 汉密尔顿组织的 对欧洲的这种知识产权的获取方式 窃取方式 就是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千人计划 更狠的 更绝对的方式 直接把人给搞过来 而不是 像我们中国还搞个学术研究 不是这样的 这种故事 我估计在网上你能查到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当年美国人是怎么做的 所以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讲 我们就认为你中国共产党 你这事做的不到位 我指的是我们站在 支持你的角度来讲 就你这事做的还是不够好 因为你花了太多的钱 冤枉钱 冤大头 被人骗的占主要 你可能花了十块钱 八块钱被人骗了 两块钱有效果了 真正的千人计划 你是应该把人搞过来的 你不是说简单的 把图纸搞过来 第三点 那么窃取技术 能不能长期的去用下去呢 是不能的 这种拿来主意呢 你可以硬个急 但是你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长期的优势 因为技术的更新是快的 你拿来你今天有用 明天它就过时了 所以想形成长期的这种技术优势 你必须要人文先行 人文是科学的基础 科学是技术的基础 技术是技术落后的基础 什么叫技术是技术落后的基础 比如说我们造汽车 就是一个逆向工程 我们就把别人的技术拿过来仿制 你仿制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你把它逆向出来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那等你这个技术成熟了 人家的新技术都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 讲到中国的航空业 航空指的是飞机 航天指的是那个宇航的设施 为什么中国的航空业 在十多年以前 一直是被动的呢 就是中国的航空领域 在十多年以前 一直走的就是仿制的道路 就是走不出来 包括尖石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仿制了以色列的一款 最后没有被造出来的飞机 就一直在走仿制的道路 仿制到什么程度 连外观都是在仿 所以就走不出来 直到尖石被设计完成之后 尖石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尖石在中国军工领域最大的贡献 不是把尖石造出来了 而是通过制造尖石 研发尖石 培养了中国的 我认为是第一批专业的飞机的设计人员 和设计团队 就是从尖石开始 中国才开始真正的去设计自己的飞机 而不是仿制别人的飞机 那么一下子速度就快下来了 那就不一样了吗 因为你原来是仿制 你是局限的呀 你仿制出来落后了 你能拿到的东西就不是最先进的 你再把它仿制出来 你就要双重落后 而如果你去设计的时候 你从一开始 你的设计思路就是先进的 你不会去主动设计一个落后的东西吗 所以这就是区别 而我们现在的拿来主义 我们的千人计划 获得的更多的是技术 不是科学 因为如果你要想获得科学的话 那起码你要把人搞过来 你又没有把人搞过来 而科学它是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一定是人文在前面的 没有人文是不可能有科学的 这是我的观点 当然有很多人不赞同 但是我的见识和我的认知告诉我 没有人文就没有科学 单纯的科学是不存在的 纯科学是不存在的 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你认为有一种东西存在 它是纯科学 那很有可能你看到的是技术 不是科学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的 我们的后院之火 谁是点火人呢 谁惹的麻烦呢 答案是很简单的 政府是点火人 政府也是麻烦所在 这个不是中国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因为只有政府才有这个能力 制造这个麻烦 人类最好的状态 人有一个应燃和食燃的问题 应燃就是应该怎么样 食燃就是实际怎么样 这个不一样 只有人存在一个应燃的问题 动物是没有应燃的问题 它只有食燃的问题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这就是食燃 应燃就是你要想判断 我应该怎么样 这就完了 你这一判断 人有了思想 像圣经上讲的 吃了这个智慧果之后 就出问题了 想法多了 就千奇百怪的事就出来了 所以人最理想的人类社会 那当然是老子说的那种小国寡民 但是那种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为什么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 以前存在过 未来不可能存在呢 这个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全球化 使得你能想象的任何一个小国 都不可能存在一个边界问题 安全边界 你在太平洋上随便找个岛 成立一个小国 三天你就会被别人发现 你可以 你想不接触别人 那别人想接触你 别人想接触你 你拒绝被接触 那是什么结果 那就是大清朝的结果 就被人打破城墙 被人攻破海防 最终你被人攻破海防了 你要强大 你就要反击 反击之后 你就没有小国寡民了 小国寡民就不存在了 所以在未来的世界 小国寡民 是行之不通的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 我们的地理边界没有了 天然屏障没有了 那政治体系的改革呢 是可以之后的 但是不能没有 因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 其他的改革 其实都是不可以持续的 这是我的看法 第三点 我说的这个双斜体制 必须被去除 但不能形成真空 我这一点 我必须的强调一下 比如说你想推翻中共 可以 那你起码得告诉我 你推翻了之后怎么办 你ready了吗 你甚至你 我退一步讲 你现在没有ready 你有想法吗 你推翻之后怎么办 如果你仅仅是讲 我推翻中共 那对不起 那只要是我还稍有一点理智 我都不能支持你去这么做 为什么 一旦你推翻了一个权力 没有建立新的秩序 形成一个真空 那是什么 摩苏尔 伊拉克那个城市 你们见过那个 摩苏尔战后的场景吗 叙利亚 你们见过那个战后 没有秩序的场景吗 伊斯兰国怎么出来的 就是因为战争导致了 一些地区的秩序的真空 滋生了他们 包括阿富汗 阿富汗在塔利班统治时期 和在美国打掉塔利班 但是美国没有进行 有效的重建的那些地方 比起来 我相信很多阿富汗人会告诉你 他还不如有塔利班的时候 但这一点呢 就很多人不可能被我说服 因为他们不知道 权力真空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既没有那样的经历 也没有那样的想象 这我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认为 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如表法理 变成一个如理如表 就是说这个权力真空 怎么去补充呢 比如说法家 我们把它去掉了 我们有没有东西能把它补掉 我们认为是有 就是如家是可以填补法家的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法家 至少它还是一个如表法理 就如还有个表 所以在有这个表的情况下 我们去填礼 有难度 但难度并不大 那么这个社会主义 我们把它给清掉 我们能不能去填补它这个真空呢 我认为那就更容易了 因为这个列宁的社会主义啊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所谓的 这个社会主义价值观 它是假的 它是连统治者自己都不信的 所以你去填补一个本来就假的东西 就等于说它本来就是空的 你往里填点什么都能填进去 那只要你开放宗教信仰 这个空 你可以 就对统治者来讲 你是零成本的就把它填满了 你只要开放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 人们自己就把它填满了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的 这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认为啊 在中国替换掉法家和这个社会主义的双斜体制 是有可能性和可行性的 就它不会形成真空 所以这是我提出这一点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能够想到它可以被替换 但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被替换的东西 只不过是那些反共的朋友们 他们有没有想过 他们真不真正的理解儒家 他们真不真正的理解宗教信仰 那就不一定了 如果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儒家 不能真正的理解宗教信仰 那他也就不可能去替换它 他最有可能是 他不是推翻了这个双斜体制 他是从别人手里把这个双斜体制 抢到他们自己手里 那就不好了 那么我们就是驱逐了一个共产党 迎来另外一个共产党 那没有意义 第二个大点 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改革 这点非常敏感 后面一句话 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官员选拔制度 及接班人的选拔制度问题 不是接班人问题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重点是如何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也就是选拔制度问题 不是接班人的问题 是一个 problem of process 不是一个problem of people 或者不是problem issue 就他的主语是制度 不是人 为什么 任何一个改革 包括现在习近平在进行的 这个 他不讲的 但是我能真实感受到的 一个政治改革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接班人制度 那么他的改革都会被废止掉 就没有延续性 但是大家觉得 是不是民主社会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错 民主社会这个问题更严重 但是民主社会的好处是在于 民主社会同时不具备优点的延续性 同时他也不具备缺点的延续性 我的天 我真应该去拜郭德纲为师 学学这个说顺口溜 就是说民主制度 我们一方面看到 他不具备一个政策的延续性 这个是事实 但是同时他也不具备一个 把小问题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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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问题积累成一个大问题的 这么一个延续性 他能不能积累问题 他积累 但是他没有独裁制度这么狠 民主制度想积累一个小问题到大问题 假如说他需要三代四代的领导人 你比如说川普总统 说把这个移民政策彻底改了 或者搞种族歧视 他想把这个事真正的做实 那至少要经历三到四人 可是在一个独裁国家 我要想把一个民族定义成二等公民 一届政府就够了 而且能给你定的死死的 所以民主社会的优点和缺点 其实都是很balance的 但是独裁制度就不一样了 独裁制度它有点像 我们在物理上讲叫金属疲劳 金属疲劳有几个特点吗 我要没记错的话 金属疲劳引发的是脆断 不容易被发现 在脆断之前没有征兆 所以这是独裁制度的特点 民主制度不是 民主制度就是一个缓慢的 可见的 线性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现行变化为主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接班人问题 我就不能细讲了吧 细讲了就太敏感了吧 而且主要是因为 我说敏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 就是换句话说 当我们去责怪习近平 终身制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 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更好的选择 我没有想到 终身制肯定是不好的选择 而且习近平选择终身制 对他自己的伤害是最大的 我相信他也很清楚 那么他既然选择了这个自我伤害的道路 他一定有所图 他图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可是你去让我去想 有没有在中国一种比终身制 更好的一种接班人制度 现在就现有情况下 有没有哪种制度 直接接班人制度会更好 我想不到 民选 那你是胡扯 你觉得目前中国可以进行民选吗 民选会选出谁来 这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 集体决策 显然集体决策导致的就是 中国这个财富被权贵分掉了 老百姓是得到一点好处 国家呢 独裁 老习现在就是走独裁道路 这个没什么疑问 世习 显然是 也不可能 所以对这个问题是伤破了我的脑筋 我也没想明白的一个问题 欢迎大家讨论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接班人是谁不是最重要的 怎么选出来的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民选 那么就意味着你 你这个选举制度是 追就是达到了一个全民的共识 如果你是一个内部的任命 比如说是一个这个有限的民选 比如说政治局的任命 比如说像原来那样隔代指定 那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那如果你是世习制 那就是没有共识 就是你一个人指定的 所以这个制度本身是很重要的 制度本身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个制度 什么是制度 就是今天我用了 明天我还能用 不是说我今天用了明天就不能用 那难道说中国下一任领导人之后 就不选领导人了吗 不可能啊 所以这个很重要 而且习近平先生 他今年已经快70岁了 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讲 我对他是正向期待 大于负面期待的 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讲的 我对他的正向期待 是大于负面的想象的 那么假设说他能带中国人和中国民族走出这个宿命 完成这个使命 谁来巩固他这个成果呢 也很重要 他要有个延续性的问题 所以接班人问题不是个小问题 接班人问题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民主政治的接班人就是民选 民选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 所以接班人或者说权力的交接问题 是任何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官员选拔制度也是一样的 官员选拔制度可以是世袭制 也可以是考试制 科举制就是当年很先进的一种考试制度 也可以是任人为闲的制度 那就是考察制 就是儒家的那一套 你不能说中组部的这套考察 干部的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因为这套方法在我看来是很先进的 他就是考察一个人是不是德行兼备 德能兼备 这是儒家的一套思想 而且西方也在借鉴 他错误是错误在 他方法是对的 但是他执行这些事的人有问题 你比如说尺子用来做度量横 这个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你放到坏人手里 他用来给你玩缺金短两 那就成了一个坏事情 所以问题是在人 问题还是在人 这个方法本身 就是中组部考察人的方法论 我认为是特别有价值的 是特别值得西方借鉴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能够培养人 也能够发现专业的政治人才 说到最后 怎么样夯视我们的后院呢 就是怎么样在我们 我们讲征天下 我们不能说其胜不顾家 实际上征天下讲到这 这大家已经对我的一个 对我的一个思想的判断 已经很清晰了 就是中国走向扩张的道路 这是一个不用讨论的一个事实 一个正在发生 也即将发生的一个事实 他没有回头路 就这个事情不用谈了 不用讨论 你喜欢不喜欢 他就是这样了 就像我上次讲数字人民币似的 中国的态度就是 我们就是未来 你喜不喜欢 这事就这么定了 这就是中国的征天下之路 从我谈启动那一期起 我就是告诉大家 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的未来只有成功或者失败 绝不可能说现在再出现第二个选择 中国讲的是和平崛起 中国可从来没讲着说 我不崛起啊 你什么时候听过 听中国说我不崛起 没有 说了别人也不信 说和平崛起 别人都不信 我都不信 那怎么样 让中国不要其胜不顾家呢 你出去征天下了 你后院别出问题啊 国之根本问题有三 人口问题 产业问题 科技问题 人口问题呢 太简单了 没有人就没有国嘛 但是这里我要讲的是 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人口减少的问题 一个是人口结构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说的老龄化的问题 我们时间有限 简单讲 我认为 未来的中国需要大量的双向移民 首先需要自己的移民 自己的人出去 第二 需要外来移民进入补充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无论从文化的多元性上来讲 还是从现实的人口需要来讲 中国都需要人民 中国都需要人民 移民 中国都需要移民 第二点 产业 产业不是经济问题啊 我指的是产业 不是经济 更不是金融 产业是实业 农工两业 不但是现在的国家支柱 农工两业 是我读人类历史 有人类文明那天开始 到我可以想象的人类终结 那一天结束 农业和工业 都是人类的支柱性产业 为什么 人回归到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生存 生存需要的是物质 和精神 精神 你可以通过教育 其他的来讲 不在我们这个产业的讨论的范围内 物质是什么 吃的 喝的 穿的 互联网不造 用认证非的话讲 互联网不能制造出 哪怕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来 农业和工业 绝对是人类的生存之根本 更是我们立国之本 第三点 科技 我说第二点的目的是 告诉中国 我是 我想啊 搬门弄斧了 不能说告诉吧 我建议啊 或者说我认为 中国无论 人工成本高到什么程度 无论 科技发达到什么程度 必须持有一定的制造业 绝不可以走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的道路 而且中国要补充自己的农业 中国是中国跟美国是一对冤家 美国是制造业空心化 中国是农业空心化 中国必须要回归农业 必须 必须 必须要回归农业 要拥有于自己的国民数量 国土面积相匹配的农业产业 必须的 那工业就不用提了 工业中国政府自己想的很明白 就是再怎么样 他自己要用他国企的模式 维持着自己要有一定的制造业 第三点 科技 科技是人家社会制度的副产品 它不是一种可以被单独生产的产品 这就意味着 如果不进行一定的政治改革 你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 没有社会的进步 就不可能有高科技产业的产生 而移民也是一种补充科技人才的方式 这是关于国职根本的三点思考 不止这三点 但今天暂时跟大家说三点 任何事情都有可做可不做 中国既然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扩张的 争天下的这个道路 那么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绝不可以做的 两条 守天道 可以与强国为敌 不可与天下为敌 可以与美国为敌 不可以与全人类为敌 主要体现在 不要与宗教信仰为敌 不要落入到文明的冲突的陷阱里去 第二条 守天道 两条都是天道 自然规律 可以没有真民主 不可以与国人为敌 你可以在中国国内不实行民主 甚至你可以在中国国内继续实行独裁统治 但是你不能激起民愤 用共产党的话说 就是不能激起大的群体性世界 一旦激起民愤 中国有句古话 民可宰州 亦可富州 自己的老百姓要想把你干翻 那可比外面的强敌 想把你干翻 容易太多了 容易太多了 很多人说 老百姓推翻政府 你不总说很难吗 是 我指的是在现有的状态下 但如果这个政府 他将事情做极端了 百姓们可以忽略成本了 我当时怎么讲的 我讲中国历次的变革 人口的消亡 最高比例超过了50% 一般都是30% 因此我不认为 用老百姓去革命是对的 这有一个成本和代价的问题 但是如果走向那一步 就如果一个政府的执政 让老百姓觉得 哪怕自己牺牲掉 30%和40%的总人口数量 都要推翻你 那他一定能把你推翻呀 一定是会把你推翻的呀 所以这两点是不矛盾的 可是我们不希望发生那一天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家人 死掉 最后一页 我们上次 在讲征天下的时候 讲启动的时候 讲到中国认为自己 处在一个 霍月在渊的阶段 潜挂 那么这个月的 这个起点在哪里呢 读起点还是积点 就这个拐点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思考 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只有一个我认为的答案 这句话呢 我说给大家 我不知道未来中国会在什么时候 介入他的第一场较大的国际军事冲突 即战争 但我相信中国处理第一场战争的方式 将决定他是自此一跃冲天 还是跌入深渊 这场战争的影响将对中国产生超过百年的影响 我的意思就是 我认为中国未来找到这个极点 或者说 对中国来说 这个拐点是一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 中国怎么处理它 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运 在哪里 好 谢谢大家